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谁在说之愿望 我们的节目当中曾经来过很多需要各种各样帮助的朋友 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是这样一位老父亲 他真的是愁坏了,究竟发生什么事了呢 高先生一谈起儿子就想掉泪 为了儿子,一家人可谓是操碎了心 十几年了,儿子一直都是十里八乡的名人 不为别的,就是因为五百斤的体重,惊人的饭量 还有好吃懒做和现在依然啃老的毛病 最近几年又彻底不回家了 高先生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有请这位先生,你好先生 你好,你好 什么事特仇啊 什么时候都说孩子这么胖 孩子这么胖 七小就胖,一直没奖下肥来 七小就胖,多大开始胖了 从五岁 五岁时候多少斤啊 120斤 五岁120斤 天呐 那后来呢 七八时候 那就达到六百了 六百了 二百斤 啊 七八岁就二百斤 对 那现在多大了 现在二十五多岁了 25岁了 那天,男的得多少斤了 390多斤吧 最重的时候多少斤 539斤 五百多斤 那我们五个全上 能不能说点别的啊 但是能说点别的吧 还可以说 绕一会儿 交流交流感情啊 要不说 不能说别的吧 我说我不想再说这话 体重这种地增 听起来确实挺吓人的 嗯 操心坏了吧 哎呀 为他实际上可付出了 可操心了 是吗 那挺哥先生 您今年多大了 今年五十亿了 那这二十年来 从您三十岁开始 嗯 一直在就为儿子 这个太胖的事 为他加费的事 我一次操心到现在 没有什么可担心的 自然你到了一定的地步 就会随到确实的方 我想从五岁开始胖 一定想过很多方法 帮助他减肥吧 凡是有这个下方口 买这个减肥药的 不管多少钱 我都给他买 当时我开车 那时候工资才那么多元 这一盒就是375 什么药 五十六将会有美国产的 美国产的药 20年前你就开始买了 对 那就375一盒 相当于人家 你教你两个月的工资 三个月的工资 能买两盒 还买不到的 天哪 医院 检查一切正常 整体一切正常 这个片方还找不出来 是特别爱吃吗 特别爱吃 那我想问你什么时候不吃呀 睡觉的时候不吃 是您自己看着广告就买 只要在电视上看见 我就跟他买去 是那么小啊 就吃减肥药 太胖 背不动他 背不动 他五岁的时候 那个胳膊他睡了一下 那在医院里吃饭的时候 他大疗病 先过来找不到 吃了这么多种减肥药 有效果吗 没效果 他烦了都胖了 我以前很 就基本上都不坐火车 为什么呀 因为火车你知道吗 火车上的车口没太窄了 就是你要想上车口的话 你根本就进不去 所以说我坐火车 不管坐多长时间 我在这上 从来没喝过溫滴水 吃过一点东西 就那么容易忍着 对啊 后来到了八岁 我一看吃减肥药 减肥药 减肥药 从心理上来讲有什么不同 他的压力也不消 他在外边一般是不回家 国家过春节他都不回家 不回家 为什么呢 您跟儿子聊过吗 他是由于自卑吗 对他都是自卑 我不愿意太多说去谈这个问题 他一走过去这边一看他 他都觉得痴笑的 那后来他没有主观上觉得 我要减减肥呀 配合家里人的这个帮忙 没有 只是郁闷 但不减肥 对 我那时候给他们开车 挣200多块钱 我再给他减肥 减肥这个月我再给他买 还有他有隔个结局 我还得工的粮 还得上学 我一家五口日 几个一来院都是我自己 种了起木笛 这个起木笛呢 买了两次我也给他卖药 那这些年您给他买药啊 帮他减肥 花了多少钱呀 算过吗 花去了得有20多万 20多万啊 嗯 钱都怎么凑啊 以前我离来 我没想到他们借过钱 我很难说 说不出来 嗯 我得问您问题 您家既然这么穷 怎么给孩子吃的这么胖 他吃的胖 他这个胖 他也没吃过 就是饭 家这个饭也不是 那怎么五岁就能是120斤 像他这么胖的 哪里不好找 这个孩子说了半天 你说这个孩子生下来胖不胖 生下来不胖 生下来不胖 他为什么胖 也没有遗传 孩子 那就你给喂的呀 你给孩子吹起来了 这说白了吧 一开始好玩 哎呦 这宝贝胖了 吃吧 吃的孩子又越长越胖 真好玩 这喜情想胖 都喜欢 大了都成负担了 对不对 关键就错在你那了 我的女儿生下来的时候很瘦 后来也不怎么的人就听着说怕 身边的美女们天天跟那也减肥 减肥要交进 吃 人家吃完了能经常吃 人吃完之后能管住嘴 我们那孩子吃着减肥药 再吃着鸡腿 哎 你想想啊 就这么吃不管嘴 是减肥药 反而是害了他 越来越怕 后来呢 我们的姑娘成了什么呀 减肥实验厂了 到怀孕的时候 孩子都是个麻烦问题 他怀不上孩子了 着急了 后来我说你就撒开了姑娘 千万别吃了 就不吃了 不吃就开胖 你拿着不吃了减肥药之后啊 又给让他练练柔道去了 那柔道他不能瘦啊 那柔道上我点一点不得酷死了 那吃的营养的更胖 目前当中我觉得 食堂最难的就是减肥 你知道吗 你儿子真是越来越胖 甚至胖到五百多斤 那小时候可能 没有那么大的压力 现在应该是有点压力了吧 把老两口都凑亏了 现在让老高发愁的 不仅仅是儿子的体重和肥胖 儿子25岁了 这么多年来从没有工作过 可每个月的零食钱 都要一两千 有时三千多 甚至已经成家的哥哥姐姐 都要补贴弟弟零食钱 这让家人不堪重负 尤其是最近几年 儿子几乎不回家 也不和家人联系 老高不知道儿子 到底在外边做什么 那么能吃 又是靠什么生活 对这个胖儿子 他是又担心又生气 但其实老高还有一个深层次的原因 相信你们两口子仇坏了 还仇坏了 儿子自己也应该挺发愁的吧 我还好 不算太担心 他现在生活 我今天就是带着个心愿 嗯 就在那专家看 知道知道我怎么怎么办 您是希望指导您怎么办呢 还是指导儿子怎么办 知道儿子怎么办 他现在什么状况啊 有工作吗 没工作想找工作 从小就没找到过工作 一直没上过爸爸 从二十多岁就没找过工作 为什么呢 太胖 就是你 人也拿个单位能要他 去面试过吗 去面试过 也没谁要他 也没谁接受 单位也没谁接受他 咱们也是嫌他胖 胖 那孩子这么长时间 从小到大 用您的话说 就没有工作过 就没有工作 那他的生活来源都是什么呀 怎么怎么吃啊 生活都怎么弄啊 假的我都是给他钱 花假的钱 还是您在供着他 对 那您这小儿子一个月 大概得花销多少钱呢 现在花销最强大块钱 在稍微的一千多 一千多啊 是主要都买吃的了吧 如果说我有能力去 挣到一些钱 或者是找一个合适的工作 比较好的工作 谁愿意贫了我 你说是吗 所以说我也是没办法 因为我觉得 我一直都在努力 您的儿子对他的将来 有一个清晰的规划吗 比如说他也不得跟我交贪这些事 嗯 他也不在家 弄出去 一般二十多岁就结婚了 像他这二十五了 哪有那么大的 孩子不结婚 这个弄出去 他也找了个对象 还找了个对象 那不是挺好的吗 也上家去过 嗯 上去过 那儿子回来 是不是也愁眉苦脸的呀 我也很长时间没见他 多久没见了 去过了年见了他一次 那这半年就见了一回 嗯 虽然我不懂 但是从常理来讲 肥胖 就四个字 好吃不动 网络上曾经登载过一个妈妈 那个横火叫暴走妈妈 嗯 就因为就因为孩子发现孩子生病以后需要做肝移植 他去医院一检查发生他有严重的脂肪肝 结果这个妈妈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瘦下去了五十多斤 五十八斤好像是 就靠走 什么都没有用 就是每天保重十公里 就下去了 一切都正常 你不要着急 由他来说 一会儿不给他请上来吗 听听这孩子的 真正让胖还火了 香港那谁 那个那沈殿霞 多火呀 我想胖了 我胖不起来 我胖起来要先成大腕 哈哈 胖不起来呀 所以这就是现在这个水 所以啊 好 那我们就把您家这个小胖子 请上来吧 我们大家一起来看看 看他聊聊好不好 来有请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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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手挺有手感 哈哈哈 哎你还挺乐呵的哈 还好吧 你看你上来你爸那绸的 手都钻一块了 主要是自己放不开吗 你说你爸自己放不开 你能放得开是吗 看不出来吗 你看这 看出来了 哈哈哈哈 很乐呵 搬一个能承重的椅子 对 能做吗这个 您试试吧 挺迷你的 有点迷你的 保持平衡啊 哎呦 没事 行不啊 还好 哎 爸爸平常因为你有点胖 有点丰满这事 急吗 跟你急吗 你别人丰满行动行不行啊 哈哈哈哈 难得又壮行吗 啊对这才好 你爸看你这么壮 有没有跟你急吗 相对来说的话 家里人肯定特别担心 因为我从小到大就很逃 让家里省心嘛 又胖又逃又能吃 那段时间也不愿出门 不现在瘦瘦了吗 心情好多了 所以说 那个 你现在是已经瘦了 和我以前比的话 确实瘦多了 带照片了吗 有照片吗 最胖的时候是 530多斤 我现在是 不到400 300多斤 我真想不出来 现在看您这个 我估计这 应该比我腰促 绝对 你不能说 你说哪个 就你这个腿 大腿啊 我大臂可能是17 小腿可能是23 大臂17 感染你俩腰 不是您大臂17 那你手臂和我腰一边凸是吗 这是减肥效果 那你以前最胖的时候 那得多凸啊 小腿是23 那都不叫腿了 那就装子 装子 还有西柳装子呢 我们这样啊 我们准备了一个东西 是咱这个 宝贝小胖子哈 您这宝贝儿子 曾经穿过的这裤子 就500多斤瘦的裤子 那我看了一下太壮观了 都没想到那是条裤子 来咱们拿来看一下 我的天哪 这俩裤腿一边可以装一十老师 一边装一全大绿 没问题吧 装不了 还有富裕 还有富裕 你看那是骨 你信什么 你看你两条手吧 你看他 绝对没超超 我跟你讲 是这样吗 你看咱俩 你看能不能挡住咱俩不就完了吗 能不能挡住咱俩就完了吗 这不挡得住吗 我给你们弄一个形象的吧 我都进一头去 我进这头来 不是 不是那一头 我现在进一头 你慢点 你该不能坏了 不是穿我纪念啊 你看 你能留到现在 你拿一条吧 一条有步 一条有步 这一条是因为感觉一颗头两头 在最早的时候 我穿的衣服啊 什么的 都是家里人做的 你做的衣服 你们应该知道什么概念 就是说 一躺下来之后 能套上能穿就行了 他不会讲究什么样式 口袋啊什么的 不会的 尝试过买衣服 根本就买不着 所以说后来也不去尝试了 有一次我 有一朋友给我打电话 说我发现这里有条裤子 特别肥 你肯定能穿 然后我走到那里 我一眼 看到这个牛仔裤 我就我肯定就想 我说我肯定这是我穿的第一条牛仔裤 然后我就一次 试上去之后 虽然说有点累 但是说 确实能穿 穿上之后 我就没再脱 我就想呢 既然能穿上了 就别脱了 然后我就买下来了 买下来之后 你知道 第一次穿牛仔裤的那种感觉 因为它有痘嘛 你知道 就是说 我出门的时候 我就把手插到兜里 一般不拿出来 就和兜里有什么 对 有什么 宝贝是一样的 所以说 那感觉特别爽 你知道吗 你都觉得自己顿时特别有饭 吃了吃汗掏出来 得拿筷子 平时走在大街上 是不掏出来的 小高场上乐呵呵 大大咧咧 可是父亲 却是愁眉不展 一言不发 这是父子俩春节后第一次见面 他对儿子的状态非常不满 小抱他爸 要不您这样吧 你看你一句话都没说 嘴都没张过 什么情况呀 哎 你们家经常就这样吗 你嘚嘚嘚嘚嘚嘚嘚 然后你爸不说话低个头 是啊 我也不用说嘚嘚嘚嘚嘚 我也就该说什么嘚嘚嘚嘚 不该说嘚嘚嘚嘚嘚 我很少说话 其实我 真真正在家的话 我很少说话 不说话 就像你爸爸说的 其实很少跟他们有交流 我给他们交流确实不多 因为我回家也特别少 嗯 我基本上 从上学的那时候开始 离开家之后 就是说最短的时间 会一个月回家一趟 要长了两个月三个月 小方的爸 您看您是跟儿子交了两句 我传家给你 吃两次的 吃两次的 关口白日才是我家的 我来去京的嘛 那咱听听你们儿子的困惑吧 好吧先生 行 刚才爸爸说 你从八岁开始就进这个体校 嗯 到二十二岁 嗯 对 练柔道 柔道 那应该挺厉害的吧 哎 你刚才上来 我就一直想说柔道 挺精彩的 因为咱这里 石老师是号称自己 也挺能怀唬两下的 是吧 能闻能够 不是你这人能柔他 他柔我 不是你这人说说清楚 我这一身是柔 我觉得您能柔他 我小龙头摔过胶 对 摔过胶啊 他用柔弯的好的 北京有一号 你咋就打的 咱比划两下呗 柔道也好 比划几个筋肢 我们打了 你这 比划几个筋肢 他不好意思饶我 一 用方 来来 再来个石老师 再来个石老师 石老师去一下 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你俩四只手行不 好 他的那个体重在那上 对 你俩手俩手 你捏一个手别客气 哈哈哈哈 哎呀 可以啊 石老师 哎呀 他也是了 我没实现来 你也可以的 他玩的 我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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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来 你说说你是不是刚才手下流情了 他 来来来来 你不是摔跤吗 摔跤肯定是这样的 你知道吗 就这样子 哎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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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 不是 散了我对不起隔壁群众啊 没有 大家想不想看看这个柔道那下啥样啊 找样找些 要不然那你说行吗 比划一下动作 什么 怎么在体操 我不知道 做一个大家最简单的最基本的了 就是说 你拉他的哥夫的时候 他重心肯定是往那走的 你看 你拉他哥夫的时候 他重心往那走 你看一踢他就会倒的 哈哈哈哈 这跟那摔跤那个一样啊 你摔跤不是吧 摔跤那个甲铃酒啊 你看 你看我一手摔跤要受摔摔跤 在这 下边去 这个现场小伙子 有没有来想试试的 这小胖子 来试试 试一试吧 来来来 咱把安全定义啊 摔不着 来来 你这边坐来坐来说试试 咱老先生别来了 找伙子来试试 来试试 有钱给人逃 没钱给人逃 吓 注意安全 开主 两人一起 快上上上上上上 上上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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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你跑了 哈哈哈 你打他们 哈哈哈 没有事 没事吧没事吧 不会有事呢 小伙子没事吧 不会有事呢 不需要呢 谢谢小伙 还谢谢小伙 有不服的吗 有不服的吗 哎呦 你一个人上来 我看你这起爪都不平 再来点 再来 你们三个 加钱有多少斤啊 多1百斤吗 多1百斤 一百三一百斤 一百二二百三百五 三百五十斤还没你中的 算一个重量级别的吗 蹲位不够 再下一个吗 这样吗 我站在里面摔我 什么 好 你摔吧 我给你们一颜 我报仇 好了 好好好 谢谢啊 看来这个还是真是有两下子在里边的 不是我蹲位大爷把你弄倒 有技巧 他真是练出来的 练出来的 他练出来的功力 他柔倒的必须得胖 真的 你看你看这比赛 奥运会任何比赛 柔倒必须得胖 还摔跤 停下留胖 你别提奥运会 我挺伤心的 你差点伤心啊 不是 其实我相对来说 我一直练体育来讲的话 我最大的心愿 最大的目标就是说 有一天站在更大的舞台上 或者是你站在一个奥运会的赛场嘛 这就是所有运动员心目当中的一个希望的东西 所以说 梦想 练了这么多年啊 没上过奥运会的赛场 所以说我 你说到我确实有点挺伤心的 应该是在这个体育的时候还是挺优秀的是吧 那时候还好吧 应该 水平还算比较好的嘛 真的 最好的时候得过什么奖啊 全国第三 全国第三 什么比赛 还是专业职业的这个柔道比赛 我们自从进了体育之后 我就是进了专业队嘛 就是一直都是打了专业的 职业运动员 对 全国第三很好的成绩 那怎么就没没上上奥运会呢 那时候就想着看看想办法能瘦下来 然后迷恋于社会上的这种感觉 这种世界嘛 小嘛 所以说 还有最大的一方面 就是说它规则改了 它规则改到什么样呢 就比方说 我拿全国第三的时候 我是第一场是输掉的 然后我又打了复活 复活之后 能进前三吗 然后我就拿了第三 自从改了规则以后 就是说你比方说第一场输掉了 就是说整场比赛与你无关了 就是没有什么复活了 或者是说你去拿 再去拿名次的东西了 就没有了 就是说它变得特别无情 特别果断 所以和这个运动也是 不能说失之交臂吧 反正后来也就慢慢的退出了 是退出了 但是退出一段时间 我想问一个问题 你这练柔道 刚才师老师说了 练柔道人好多都胖着 你那些队员什么的队友都挺胖的吗 那肯定都是一个级别的 那我们打比赛都是一个级别的 对 不可能说是你 你一百多件 我三百多件咱俩打 那有的打吗 没有没得打 所以说 基本上一个级别的人 体重都差不多 幅度没有特别大 所以在学校里或者是在赛场上 并没有觉得自己 我就比别人 我那时候才三百多件 一直练体育的时候 就感觉一小孩 你知道吗 我那一战 因为相对来讲的话 练我们这个专业的话 我那级别的个子稍微都确实挺高的 最矮的也得一米八多吧 就那种 但是我往那一站确实挺小孩的 就是就不闲眼 就把你往那一丢就和 还是个瘦脚的 我脱了鞋的话 一米七三 因为当时我挺自卑的嘛 特别胖的时候 说实话 你就觉得生活不是特别美好 就是说 任何不会让你感到有什么特别美好的 或者有什么憧憬的地方 所以说你就活了四十岁都挺好的了 就这样想 就这样想 当时 你一直都这样想吗 现在不这样想 就是说我童年和别人不一样 说我小时候的经历和别人不一样 但是我觉得我肯定会有一个比较好的 比较开心的未来的 所以说这是我心里面一直坚定的 当我真正有一天把肥剪下去了 任何东西都不会比别人做的差 关键你的致命力点不是在你胖 要是胖 我说不出什么来 关键在你将来怎么办 这是最关键的问题 我现在发生你这 二十五 你那三十五了 你到六十五 你就完了 你别说六十五完了 我就没想过活过这么大 你知道吗 就是说我能活到 你怎么跟我一样 四十多岁就挺好的了 你说老了 那怎么会觉得那么年轻 就就差不多 只能活到四十多岁啊 因为当时我挺自卑的嘛 特别胖的时候 自卑的话 你看世界的 整个世界观的话 确实不一样 我最喜欢的是把这个肥剑有限调 能当一个正常的那种 胖的话 是这么多年 一点一滴的胖起来的 所以说在胖的过程当中 我养成了很大的惰性 懒会喜欢吃 会喜欢吃各种各样的东西 你这钱我都画个拳 你站在那里不能过这么晒 那么狠啊 就晒一片啊 我不晒它 它就通吃啊 有时候想想确实 我这身肉 其实挺对得起自己的 就是说 你就觉得自己特别能吃 你知道吗 特别能吃啊 就是我一直现在 都在努力着去战胜这个东西 刚才你爸爸在讲的时候说 你看家里人也不胖 他觉得可能不是遗传 然后去医院检查 身体也都很正常 一下子等着个自性肠 哎呦 那扯了就在牙晃后就渴了 所以我们就分析 那是不是就是吃了挺多 慢慢这样吃着揣下来的 纯吃 纯吃 你饭量很大吗 最爱的东西是带馅的东西 包包包的水饺馅饼 包子能一直吃几个 那两块钱一个这样的大包子 以前的话 就是五十多个 这么大包子五十多个 就那样啊 对呀 这么大包子能吃半个 拿五多个完了够十几斤 一天的饭钱就好几百 你整个了 我其实从小到大 那家里超特别多心嘛 然后说 其实家里 给予我太多东西了 就是说太偏爱了 小高 这我们中午饭你知道吗 这就是五十个包子吗 真的是 什么家呢 我跟你讲小高 我们真不是说专门的 今天中午 因为现在已经到中午一天了 本来这就是我们中午全煮的饭 你以前吃这么多 现在老师们饿了是吗 那个 看到这个它是忍不住的 你验一验口水 我发现了 你平常看到这个 别人大吃二喝 你会不会也还是很馋啊 一开始的话 确实很馋 一开始的话 真的 当你刚刚开始真正的减肥的话 别说你看到别人吃了 就是你闻到那个味儿 你路过这样的地方 你都会特别 哈哈 特别 特别 ária tense 尝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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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尝 你说就平oss 你就得吃是吧 不是那韩哥乱 过去装和� team 哎 哎 我担一个 扳不住了 爽没吃老点 喝 不 decide 主持人没洗手你知道吗 我我不所谓 你容置摸 摸完了 我没问题 杰逸老师也饿了 饿着了 有肉 能忍住吗 其实 现在来说的话 还好 因为 其实真的不是考验你 吃我们中午饭 如果你饿了 就吃一个呗 你看他到中午饭 能说到饿这是吗 饿了吧 比如你说你多不厚的 你说人家本来就有食 你就在这搁着 猫跟鸟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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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鸟 能忍住吗 我会考验你 晒牙风都不高 但是说你也得吃 但是你要不吃 你会忘了这个东西是什么味道的 我就吃一碗 他还大 再坏速度 我不习惯了 我吃东西不卖有人的 怎么你给我抢 压坏速度 我一个都吃完了 我吃完了 挺好的 这好吃吃完了 挺好的 你吃那什么馅儿 一样 粉条吧 粉条吗 粉条 粉条肉海蛋 胡萝卜 哎呦 这有营养减肥的 是吧 你该办减肥机构 这东西能减肥 多好啊 很容易做 吃了有没有负质感啊 吃了就吃了 有啥负质感 吃的时候你要吃的开心 尝尝尝尝尝的 大不了就回去多练点了 就说平常你跑一个小时 不你只跑两个小时 那要吃什么肉啊 什么呢 那个我比较喜欢吃羊肉 多少斤 多少斤 八九斤吧 我的妈呀 八九斤 一两后腿 羊肉串能吃多少串啊 我不喜欢吃羊肉串 因为羊肉串肉太小 提不起来单刀力 所以在我心里当中 我吃什么是不过瘾 烤全羊 一漏 多好吃 烤全羊 你不是能把一只烤全羊 都吃的吧 小的应该没有太大问题 天哪 你要知道烤全羊 是通常我们一家人 食口啊 而且我吃这种肉吧 我不腻 就比方说人家吃的是 你腻的 肥的那个 咱不腻 你平时想着挺好的 我今天肯定不能吃多 我吃一点点 然后我就运动 我溜达 然后我瘦点 我出汗 但是一吃起来 你就弄不住 你知道吗 就坐在那个地方 一开始吃 啥就坏了 放开闸门了是吧 对 刹车就坏了 你现在这件打扮 真挺时髦的 就是说 以前买衣服的时候 你知道 就是说能穿就行 什么样式 什么款啊 只要你能掏得下 所以说你就 就心挺高兴的 不你今天这身 确实挺好看 有没姑娘说是 哎呦 你这挺好 我跟你要是 能交个朋友 挺放心 她是 也有 也有 就是说 有眼光的会会的 看上咱都是有眼光的姑娘 是吧 比方说 我是一排白菜 她也不能说是 什么人想吃 她就吃 你知道是吗 有女孩说 我就喜欢这样的 我就喜欢胖的 乐呵的 我觉得 她并不说是 取决于你有多胖 取决于你有多瘦 最真实的东西 才是最真的 是吧 你自个儿啊 就没发生点什么 爱情啊 浪漫啊 女朋友肯定会有的 因为这么大岁数 能为女朋友吗 有女朋友了 有女朋友 什么情况 给讲讲啊 在她眼中 应该是我还算 比较优秀的吧 嗯 就是说她不会说 计较你会有多胖 当然你能受得更好 那是肯定的 最重要的是 你身体有多好 她就会担心 你的身体的问题 不是说你 你多胖 只要你健康 就好 对 那你最初 怎么认识这个女孩的呀 其实还挺有意思的 贼有意思的 贼有意思 大概有四五年吧 四五年之前是认识的 有一次我坐 大巴 从山东去南京 然后坐到晚上的车 天挺冷的 冬天 我记得非常清楚 冬天的话 我就上车 坐在最后一排 我认识喜欢坐最后一排吗 这时候突然上来 一小女孩 这小女孩 我一看 挺漂亮的 然后 人家才上车 你就偷偷看着了 因为我要坐后边的话 那我肯定才的 我不能坐 扭着头看后边吗 就说我肯定是看前边的 我就看前边 我觉得这小女孩挺漂亮的 我又看了看 旁边没做味的 她肯定会上这里来的 然后我就在那 我就在那等着 我就在那坐着 一会儿 这小女孩就坐旁边了 因为从我们那里 到南京的话 坐大巴的话 对八九个小时 但这小女孩 坐车上就睡着了 睡着之后 还有唯一的条件是啥 咱身上舒服 咱肉多 这小女孩就是说 人在睡的时候 他不就歪吗 这枕头好 这整个是 是你花多少钱 都买不来的 而且 还有一特点 就是什么 这个胖的人 就是越胖的人身上 就是特别胖的人身上 你会发现一个 共同的点 就是说 当太阳越高的时候 别看你身上是出汗 但是你身上特别凉 就是当天特别冷的时候 不管你才汗得再薄 你身上特别热 哎呦 就冬暖夏凉 就冬暖夏凉了 就这种感觉的 然后 所以那小女孩一靠 又暖和又柔软 我就没打扰她 因为那些小女孩 睡觉了嘛 就是一直睡着 得有两三个小时吧 一直靠在你身上啊 嗯 有两三个小时吧 她也没怎么动 你们也睡着了 哎 头一歪 俩人靠一起了头 我那时候还能睡得着 我跟你说 一直心跳加速是吗 她这多不得好事 她突然之间就把手 就踹到我这地方 暖和吗 隔离去了 然后就趴在我 就趴在我这地方了 然后我就把 整个这样趴在我 然后我就把这小女孩 喊醒了 我说 我一拍她 她就醒了 醒了之后 我觉得毕竟不好意思嘛 她就一直说 对不起 然后怎么 我不是故意的 怎么什么地的 我说没事 我说你 你晚上睡觉不冷啊 你还不睡觉呢 明天找个地方睡 是吧 就开始说句话来 她一直给我道歉 她说你知道为什么 那个我睡着睡着觉 就突然之间把手 就靠在你身上了吗 做梦了 我说你 咋回事啊 她说 我躺在你这个地方 我突然找到一种 妈妈的感觉 特别温暖 就是说特别 特别好的那种感觉 特别踏实 特别温暖 放心 对 踏实 就那种感觉的 我当时听了 挺生气的 说实话 因为年轻气也剩 就是说 确实有点不高兴 但是说这小女孩 一直道歉 咱就没当时回事 到最后聊一聊 这一路上 毕竟还有好多时间 聊挺好的 然后就把电话留下了 经常会打个电话 发个信息 聊聊天 到最后就 一块吃吃饭 偶尔会 那谁先约的谁啊 我先约的他 毕竟现在 很多朋友 都约一块逛街 逛街吃吃饭 这都很正常的 就别说我们年轻人 像老师那样的岁数 也会有的 我真不逛 我真不逛 现在我钱紧 并不一定非得花钱 都饿了 你可以找不花钱的地方 比如说 小河边小公园 第一次我和他吃饭的时候 他说咱去吃什么 我说 去吃凉皮吧 他说行啊 我说没事 我说广告 刚贴着凉皮随便吃 就是不能超过五块钱 我说 你第一次去饭 就发现喜欢他了 不是 就不喜欢 你才能说出这种话来的 就是说一开始是有喜欢 但是你出于一种 朋友的状态 一开始的话 毕竟了解不是太深 所以说你会 很放得开 什么时候开始表白的呀 当时我就想嘛 就是说有很多 关系出于一种很微妙的状态 你要是真正的去想打破这层关系的话 你就想想会有 会想很多后果的 当他拒绝了你之后 你没出于一种什么状态呢 当时我就会想这种 所以说一直我也没说 这还挺够纠结的 后来什么时候就确定关系了呀 就是我那时候其实挺傻的五百多斤 我们一次就坐着吃饭 他就对我说 他说你越来越胖 他说其实你要是不这么胖的话 我觉得咱俩在这块挺好的 其实我信 我就想着 其实当时我也没有想太多 回家之后我就躺着床 我自己琢磨 我说这小女孩今天说 其实这段时间 说我又胖了 这第二天我就给那小女孩打电话 说我还要去减肥了 但是我说我今天能下定决心 我要去减肥了 然后说行我支持你 然后怎么怎么地的 就聊一会儿 然后我们就约上来一块又吃饭 怎么表白的呀 去那个咖啡店喝咖啡了 哎呦喝咖啡了 哎呀 不信你 你要大事吗 你要完成一件大事的吗 大事的咖啡 你要付出代价的不是吗 然后我们去喝咖啡 喝咖啡我们就在那聊天啊 聊天他说 我就问他 我说你觉得我怎么样啊 他说我觉得你确实挺好的 他说你的性格各方面 我都特别喜欢 其实我 我说我重长时间了 你看得出来 我说其实我一直挺喜欢你的 然后这小女孩说行 那个 就我们从那就就男女朋友关系了 这么容易就确定关系了 我还以为你说完之后 你说我考虑考虑吧 吃了吃了三年的饭 然后聊了三年的天 逛了三年的街 你还想 多容易啊 老了 老不了 不是 你这三年 你说是朋友呀 你可没说这三年 合着都在追求他呀 这是基础嘛 你追了他三年啊 虽然说我现在的状态 不是太好 就是说我各方面可能能力不够 然后我就说你相信我 有一天我会真正的健康的 健康的把肥减下去啊 所以说别人能给你的东西 我都会给到你啊 他说现在你可以不优效 但是我会赔到你优效 虽然说我和这个 我女朋友关系挺好的 但是说我爸会想到说 人家家里会不会顾及很多事儿 就是说 他担心的往往 除非就是这些东西嘛 就是说你什么时候能瘦下来 能过工作稳定了 能把女朋友真正的取进家来了 这是我爸最担 和我妈最担心的问题 你没工作 你不能抓下 人家这女朋友 谢谢爸妈 能承受标上 给人家一直被相符 找人家是给人家相符的 不是叫你受罪 运动员做不成了 奥运会也成小高 这辈子最大的遗憾 转眼到了该成家的年纪 可是小高从来没工作过 也没有钱 而且特别能吃 哪个姑娘能喜欢这样的人呢 老高可是愁坏了 其实在我心目当中 说实话来讲的话 我没有太多担心的事儿 因为我现在出于一种 就是说每天都在进入 每天都在受 而且我每天都在一天一天 变好的这种过程当中 我站在我的角度啊 我觉得你开个什么柔道学校啊 然后去进去演艺圈啊 因为你挺幽默的 也长得也挺漂亮的 这些话我有时候也在想 如果说我有时候在想 我小时候如果说不练体育的话 我如果说学了影视表演 这方面专业的话 我可能会想着一个 但是我觉得我现在去想的话 因为不是说太符合实际 因为咱不专业啊 还有一方面就是说 我普通话说的不是特别好 在我心目当中 我的规划是 比方说如果哪一天 我这样真正正正的 健健康康的 正儿八经的瘦下去了 而且我身体特别好 我就会想尽一切办法 去做一个减肥的连锁机构 因为我减重多年肥 我进了很多的减肥医院 吃了很多的减肥 要用过很多的减肥方法 经历了太多减肥方面的事 我知道一个真正的胖子的话 他们的想法和他们所希望的东西 在我的记忆当中是 肥胖真的很痛苦 你知道吗 尤其说像我这种巨胖的人 你们觉得像我这种巨胖的人不多 但是说在我印象当中确实挺多的 三百多斤四百斤呢 我拉上一百个也没有太大问题 就是说 我觉得他们不是说外表看的有多好 笑容有多灿烂 他们过得就很好 其实真正的痛苦 谁也不知道 谁又自己能体会 自己干一个这样的机构 这个接着过的话 会帮助更多的像我这种巨胖的肥胖的人 去解决更多的肥胖问题 没有工作 所以我找不到这样 再这么直属他 谁在广泉线 他各个的阶级 人家都成家立业了 胖人也可以找工作 有些工作很稳定也很好 你就没有想过 从这个学校毕业之后 就是长大成熟之后 去找找工作吗 我找过工作 但是说我去了很多地方 很多公司 很多企业 他们的回答在我的字典里 永远只有拒绝 两个站 有的人会拒绝的直接一点 有的人会拒绝的婉转一点 但是结果都是一样的 所以说经历了很多次 也没有说再去刻意的 再去真正的去找一份工作 从来都没有工作过 一次都没有工作过吗 没有 我听说曾经有过一份工作 很短了 我有一朋友觉得我没事干 去让我给他帮帮忙 没人的时候你在那看着 看着场合 就那种概念的 那时候经常扫东西 你知道吗 就是说人家来偷东西的话 比方说来了几个人来偷东西 就是说他会在我眼皮底下 会把东西拿走 在你眼皮底下就会拿东西 因为我特别胖 那时候真正的 我从学校出来的时候 300多斤 但是我一年多长 我一年多长到500多斤 但是我500多斤的时候 确实行动特别困难 所以说特别很无奈 他们拿了东西 就在你面前晃晃走了 追不上 真的 就在你面前就跑了 你是追不上是吧 一定是追不上 而是你都 你肯定无力的 那都是无力的追 你做的没啥 没有太大作用 因为当你起来 想追的时候 你已经 好了没了 再见 就当着你的面 对 所以说当时 出现这种情况的话 那我就觉得 我在朋友厂子里面 虽然说人家让你来帮忙 虽然说让你 可能是给予 给予你一定的东西 我觉得你在人家 那体现不到 价值在哪里 就干过这一份 然后就不干了 就是说你 起不到太大作用 有你没你都一样 就是 我就觉得挺什么的 所以真的从那份工作来看 那胖确实是 不能胜任 所以你看现在 你通过这大半年减肥 瘦了100多斤了 成果是很显著的 还好 但是还要继续努力 是吧 我觉得如果说 你有了一个好的职业规划 跟你的减肥并不矛盾 其实我想问你 刚才你说 你有这样想法 那样想法 你现在有没有落实到 行动当中去 我不知道你现在吃多少 因为刚才你父亲上来说 一个月给你一两千 你在东北 完了你都花的吃 然后什么零食上了 因为如果你想减肥 刚才小杰老师 我们大家也有一句话 迈开腿 管住嘴 起码你要管住嘴 包括身体的管理 包括对你生活的管理 包括对你未来职业的一种规划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说像你这样 你刚才有这么多想法 光是想 不去落实 不从最简单的 管住嘴开始的话 全是白想 那么希望你 从今以后 自己真的要有些思考 要有些行动 不光嘴说 其实我说实话 我一直在努力干这个 去管住嘴 迈开腿 我一直在努力去做 就是走道 那你和女朋友一起吃饭 他会管着你吗 他不会说当面说少吃点 他会让你记着 当时给你面子 对啊 然后他就会 过后之后 他就会给你说很多很多的 就是他约这样 你就觉得约情有愧疚感 刚才爸爸也说了 你是没有经济来源的 加上现在又在减肥 也有很大的开销 那你们两个 比如说谈恋爱了 那这些开销 还是你爸爸出吗 这个真的是 现在是你们家的事实啊 你看你挺阳光的 挺乐乎的 但毕竟真的没有经济收入 包括谈个恋爱 可能那开销 都得去家里边来帮你 我刚才问了一下 他刚才说的经济来源 在哪 他有一小朋友 他先小朋友 人家做搞化妆品的 那肯定有钱 肯定给他支付了一点 女朋友啊 对 这个没有 我跟你说实话 他知道我的性格 就是说他会给我很多 我都不会接受的 你还挺个性 这个女孩 他们家人知道吗 同意吗 同意 没同意不说 但是他 我去过他家嘛 因为他 让我去他家嘛 我考虑了很多 现在这种形象 这种状态的话 我肯定不愿意去 但是说我女朋友的话 说没事 去吧 不会怎么样的 他说我妈看到你 肯定特别喜欢你 就那种 就是他们 肯定特别稀罕你 就那种 所以说我 我最后 下了很大决心 我跟他回家 我走到他家里面 就正常嘛 去人家了 一点 嘴要甜 然后心要细 相对 相对来说 家里面对我的 印象还好 但是唯一 有几点是非常担心的 他没直接给我说嘛 事后的话 那我女朋友跟我说 其实家里面担心的事 就是说 一是你的身体状况 就怕你过十年之后 你身体不是这种状态的 第二个担心的是 我工作的事 就是你不够稳定 你能不能给到 人家女儿 就是一个稳定的 比方说 正常的生活 这是他们家里面所顾忌的 这样啊 因为我们也有 你女朋友的电话 方不方便 我们跟这个 你的女朋友 现场连线一下呀 可以啊 可以啊 你是害羞啊 还是紧张啊 我也不害羞 也不紧张 在那边停 你好 你好 我们是本京电视台 青少频道 谁在说节目 你的男朋友 小高 现在在我们现场 是 你看他紧张的 直喘粗气 你能给我描述一下 你的男朋友 在你心目中 是一个什么样的男孩 什么样子的 胖 然后呢 挺优惑的 很会关心人 很会关心人啊 平时关心你多吗 挺多 比如说呢 比如说 你这边还没到吃饭的脚的 那边转心就发过来了 然后又爱吃吃饭了 对的 和着你们还是吃饭没煮 刚才这个 就是小高的爸爸 今天也来了吗 对 您见过他父亲吧 我见过 刚才小高爸爸说 知道这个儿子谈恋爱了 也挺开心的 挺欣慰的 那不知道您这边父母 评价怎么样啊 对他 比如说 对他人 评价挺好 就是有点 感激 他感觉他还是有点胖 对啊 嗯 然后就是他以后呢 可能会造成一定的 生活上的 不方便了 各方面 但是 父母这一块呢 我也就是说 多数的去给他 解释了一下 也对他 都是充满 父母 支持你们在一起吗 还是说 有一些反对意见呀 肯定可以 有一些反对的 但是这一块的话 我想 我都能做出 现在你父母的态度 还是不太同意吗 哦 可以有一些反对的 反合意见啊 像一开始 没有反对了 那你们两个 又没什么打算啊 计划啊 以后你们两个人 的人生路 准备怎么走啊 第一个计划 就是他把自己剪下来 第二个嘛 就打算 含慌恋恋恋恋了 对 其他的话 就长久一点的话 也可能最大的事 就是一个 含慌恋恋恋恋的 这个事吧 但是在这个基础上嘛 他一定要把 他能够 听你这么说 你其实心里 已经有点 想嫁给他的意思了 嗯 就是说吧 因为我们俩 认识 一年两年了 认识很长时间嘛 但今后他恋爱嘛 已经一年多的时间 反正我对他这个人体呢 他这个股体状态 还是蛮认可的 所以的话 对我的时候 我们胖不是缺点 就是说现在 胖的话 可能对他来讲的话 可能会有一些压力 什么样的 但对我时候 我们胖不是缺点 嗯 所以其实等于啊 你是给他一个条件 是吧 你要减肥减下来 我们就谈婚论嫁 是这样吗 是的 是有这样的意思 在里面 那你给咱定个准数呗 这减肥减的 什么情况下 就可以考虑嫁给他呀 300以下吧 200均左右 有要求的 这你知道吗 这不是太多 是太大的事 我觉得会的 哎呦 这个小高特有心情 说会的 让你放心哈 另外还有一个 也问一下啊 那现在你们 你现在是有工作是吧 对 我有工作 嗯 小高好像现在 一直在忙或者减肥 还没有去工作是吧 嗯 应该是这样子 是的 嗯 其实他这个东西 表现的话 从各方面而去工作的话 也不太方便 嗯 因为工作坏性了 他可能也是优质的 那你对他的工作担心吗 我不担心 不担心 不担心啊 嗯 对 因为我觉得 他的作为能力 还是有的 因为他胖嘛 你说胖 不是这么骗子的 他的一些发挥 但他真的一旦 剩下来了 他会 呃 挺有潜力的 所以我听明白了啊 小高 你这女朋友的心中 你觉得只要你减肥 什么事就都不是事了 什么结婚啊 工作啊 都没问题 是吧 好吧 啊 那个姑娘 谢谢你啊 嗯 好来 哎 谢谢 希望 希望 如果啊 你真的是很乐呵 也能够做到 我有自信 有信心的去减肥 去生活 把这些正能量 也传递给父亲 好不好 来 有请这位父亲 哎 这个啊 先生 刚才您在场下的时候 我们跟小高聊了很多 您听到了吗 听到了 专家也给他说了很多建议 是 你有没有觉得放心一点啊 放心一点 心里好受一点 对 但是我觉得啊 小高 能让爸爸更放心一点的 专家说的话 是很重要 我觉得你对爸爸说的话 应该是最重要的吧 哦 哦 那说点啥啊 跟爸爸 爸您放心 那个 我回去之后 会更加努力去减肥 嗯 然后我会 一点一点的 让自己的 自己的知识丰富一点 去学习很多东西 将来给你老人家一个 好的生活环境 嗯 而且这个日子 不会太长远 嗯 你又等着 我 我孝敬你的时候 希望你能够 真的是实现 你心中的愿望 让你的女朋友 让你的爸爸 都放放兴兴的 早点找到一个好的工作 把媳妇取进家门 好不好啊 马嘉年 感动中国的母亲 但是在七年前啊 她还是一个非常非常痛苦的人 那究竟她的故事是怎样的呢 我们先通过个小片来了解一下 如果没有女儿 马嘉年现在绝对是一位非常成功的职场女性 但是因为女儿 她的一生彻底被改变了 而代价就是她的婚姻和一生的幸福 七年前 马女是可爱的女儿出生 初为人母 她没有丝毫的快乐和幸福 相反 恐惧和担忧紧紧包围着她 因为一份医生的化验报告 已经彻底将她击垮 当时医生究竟说 这个报告中 您的孩子是什么情况呢 因为他是28周出生的 所以呢 有很多地方都没有发育好 会面临着眼睛 心没有发育好 可能会失明 然后耳朵没有发育好 可能会听不到 心脏没有发育好 可能会做手术 神经系统也没有发育好 但是最重要的是脑室 旁白痣这一块 有了病变和出血 有一部分脑细胞已经死亡了 而且有大面积的出血 如果治不好的话会去脑瘫 孩子脑瘫 这对于所有家庭来说 都是一个噩梦 意味着将是一生的痛苦和负担 当初孩子有早产预兆的时候 所有人都劝他放弃这个孩子 但是他却坚持要生下来 他觉得自己没有那么不幸 孩子应该没问题 为此他和丈夫爆发激烈的争执 让原本恩爱的夫妻感情出现无法弥合的裂痕 但是当真的看到孩子将要面临生死考验 最好结果也是脑瘫的时候 性格倔强的马女士忍住了泪水 她决定独立抚养这个孩子成人 她要创造生命的奇迹 正常我们知道36周才是可以生产 出来才是一个相对健康的孩子 在中国37周以前出生的通称早产 我的孩子是28周 所以他提前出生了12周 当时是不是知道了这个病的严重性 都已经承受不了了 当时住我妈家 所以要是我承受不了她就更受不了了 所以白天还好 但是夜里没人的时候就会觉得 真的就不知道孩子以后会是什么状况 孩子当时生下来是什么样子呢 正常孩子生下来大概这么大 对 那您的孩子一定很小 28厘米 两斤七两 28厘米 28厘米 比您的手大一些 两只手托着 这才多重一个孩子 他还好 两斤七两 一般孩子生下来都得是五六斤 是的 他小 但是是不是也像我们正常健康的新生儿一样 也能够手啊脚啊动啊 正常的这种哭啊闹啊 有这些 早产的孩子和一般的孩子不一样 一般的孩子很快就会放到妈妈身边 但是早产的孩子 他会放到暖箱里和妈妈是分开的 我在那个产房里 他们就跟那悄悄地说说 你看他们家孩子两斤七两 然后别人一会说 啊他可不可以跟小猫似的 就你就觉得心里很难受 你刚才让他能去看他吗 嗯不能 一直到十几天 那个医院还算是非常好 十几天的时候 每周可以去看个三五分钟 十几天以后第一次看到孩子了 对 当时是什么样子 我想你已经记得非常的清楚 嗯 特别小 然后由于他很小嘛 脂肪都没长好 真的像黑段子一样 看见他的时候 鼻子上啊 嘴上啊 然后脐带上啊 那时候脐带还在 然后脚上啊 胳膊上 包括头上 就到处都是针管 然后由于有黄胆 照蓝光 然后眼睛也照着 然后躺在那一动也不动 作为妈妈 马女士没想到第一次看到孩子 竟然是在这样的环境中 相隔如此遥远的距离 他感觉自己的心像刀割一样的痛 他开始怀疑自己当初的决定 是不是真的错了 面对被医生判定有90%几率脑瘫的女儿 马女士不知道自己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 孩子今后的人生将是怎样的灰暗和痛苦 看见她的时候 我的脑子里也是空白 就是我不知道她是好的 她是健康的或者是什么 然后待了好长时间 我就在心里说 因为她想着叫笨笨 我就说笨笨妈妈来了 然后我在心里说 她就动了一下 我就想她肯定不是 她感觉到你来看她了 对 她感觉到妈妈 妈妈的力量 妈妈的爱 对 来了 对 因为她每个人只能看五分钟 她每周所有的家长也 就是每个人能看五分钟 但是我觉得已经很好很好了 因为一直到现在 很多医院还是不让她去的 早产儿确实是都让家长很揪心 她是一个鲜活的生命 是渴望生长的 大人都会很难过 我想你看到她身上插着各种管子 针头 一定心都碎了吧 不知道怎么办了 我们看不到自己的孩子 然后我们每天可以跟大夫通电话 那大夫会告诉你很多很多的问题 但是她确实没有时间 给你解释的很清晰 那我们可能听了一个词 就会去查 就发现很多很多的隐患 而这个孩子到底要花多少钱 他能不能健康 他的未来是怎么样的 如果是我病了 我知道我的身体状况 但是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孩子 我们又从来没有见过他 真的心理上确实是很大的负担 此时 马女士一定没有想到 这个孩子带给她的远不仅仅是心酸 她不知道 为此她将付出她的婚姻和一生的幸福 脑瘫这个词真的放到我们身边 那真是觉得 这个孩子一辈子有可能出现这样智力 或者是行动各方面的问题 对 当时我在夜里我就想 就是使劲挣钱 挣好多好多钱 因为我一定会比他先走 如果我在 我可以一直照顾他 但是如果我走了他怎么办 其实挺难受的 所以当时我就想 那我就挣好多好多钱 然后如果有一个人能照顾他 能托付给那个人 可能就放心了 马女士没有想到 孩子出生后 自己面临的人生第一个坎 竟是自己的婚姻 伤害孩子和自己最深的 竟然是孩子的父亲 直到现在为止 马女士不愿谈及孩子的父亲 因为这在他心里 是一个恐怖的噩梦 从怀孕到孩子出生 他经历了一个 由爱变恨的婚姻 一个充满愤怒和暴力的婚姻 我怀他的时候 其实我也不知道 直到两个月左右查出来 然后孩子的父亲在国外 我在国内 直到孩子生下来之后 五个月他才回来 他生下来的时候 确实是比较小 然后有很多的问题 然后花费也会比较多 所以其实我们从孩子 差不多十一个月左右 一岁之前 我们是分开的 只有一个人在带着孩子 我们最大的分歧 如果再生一个的话 可能第一经济上会好很多 第二他一定是个健康的 对 所以在孩子出生的时候 我们对孩子的去向 就有很大的分歧 去向是指的 你认为孩子应该 好好地抚养 把他养大成人 但是你当时先生 不是这么想的吗 对 我和我们家是要这个孩子的 但是他和他们家 是放弃的态度 放弃是什么意思啊 如果按照 就是这个孩子不要了 如果按照医生的说法呢 就要顺其自然 我们可以保大人 其实男性的思维 更加调理化 他确实要遇到很多的问题 那当时你听到 听到他这样说 生气吗 愤怒吗 因为那毕竟是你们 亲生的孩子啊 愤怒 孩子没生出来之前 已经知道他有一些问题吗 对 就是在孩子早产之前 大夫都是会劝的 第一花费会高 第二会说很多 医学类的名词 就是如果你的孩子生出来 会面临这些情况 你可以选择 所以当时丈夫是 建议不要这个孩子 对 其实这个对您是 最大的打击 当时是 当时是 因为你是满心的 充满了母爱的力量 想去给这个生命 一个美好的未来 对 但是你的丈夫 和你相爱结合的人 他是脆弱的 要放弃生命 很多父亲是这样 爷爷奶奶也是这样 怪他吗 孩子生下来之后 五个月他才回来 然后中间会频繁的出现一些 争吵啊等等啊 所以十一个月的时候 我们就彻底的分开了 但是没有离婚 我们是带着孩子自己出来的 是因为孩子而争吵吗 一些想不清楚的什么事 我觉得他可能当时 心理上会有一些压力 其实我陪他一起去看过心理科 但是我其实现在都可想到明白这问题 就我觉得他是不是心理上会有一些压力 因为会出现夜里边 因为我和孩子睡一块 他是在另一个屋 因为家庭环境其实还是可以的 就是他会突发性的有这种争吵啊 我先承认我性格上呢 也是比较硬的 那么如果说他会有这种肢体上的暴力了 我可能也不会说 那我就会去求全 对 所以有这样三岁的大家之后 你是说他会有动手 对很严重 很严重的动手 对我们有 会是什么样程度 比如从楼上往楼下踹 对我们都有报告 我们也报过警 由于无法承受一个脑瘫孩子 带来的巨大的心理压力 丈夫更无法原谅妻子 倔强给家庭带来的磨难 加之丈夫回国后工作上的不顺 原本温文尔雅的丈夫 性格开始变得非常暴躁 对哺乳期的马女士 开始拳脚相加 而且由爱生恨 越来越变本加厉 加之马女士生性要强 于是夫妻间的战争 越来越激烈 所以在十一个月的时候 我们就彻底 再也不回家了 她为什么呢 孩子那么小只有十一个月 而且这样一个早产儿 你付出这么多去照顾她 她应该感动 应该感谢 为什么还会发展到 要吵架动手呢 你还记得她那次 最严重的时候动手 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吗 主要是不明原因 就是她在做饭 我抱着孩子在玩 然后我就记得她把孩子 就她就抱过去 然后就开始把单元门开了开 就把我往楼下踹 这些其实我不是太想回忆 因为还是一个很痛苦的经历 真的 恐怖的家暴 给马女士留下了深深的心理阴影 直到现在 她依然不愿意回忆那段恐怖和痛苦的生活 刚才我看到马女士在讲啊 好像是很释怀 但其实她眼睛里是有泪花的 因为我听到她说这话 其实我 我的心也是特别难受 因为我们小孩在几个月的时候就一起 所以她每次 我们经常会在公园里面玩 然后我会经常看到她的脸的伤啊 胳膊的伤啊 我们一开始不知道 就会问说那个你怎么了 怎么回事啊 然后她都说不小心从楼上掉下来了 那后来我们才知道 是她孩子的父亲 经常就是 从她从那个楼上给踹下来 有一次特别难受的事 就是她为了要这个孩子 那跑出来以后 因为她孩子的父亲就是老那么大 他们跑出来以后呢 冬天没有衣服 没有穿了外衣 然后抱着孩子 奶粉也没有 小孩的奶粉也没有 那她 我们陪着她回去取奶粉的时候 孩子的父亲是不允许的 说这个衣服 奶粉都是我们的共同财商 你们不许拿走 后来我们没办法 后来只能找这个排除所的人去 纪委会的人去 那她也不同意的 那孩子出来就什么也没有 就抱着孩子出来 没地方去 那还有一次特别感人的 她跟我说她经常抱着小孩到那个麦当劳肯德基过夜 没地方去 因为我们那个小区离麦当劳还挺远的 那她生物分文她怎么去 她抱着孩子那么冷 然后走到去去 至少有两三公里 走到那个麦当劳去 到那里到麦当劳去住 一个晚上 因为麦当劳是24小时的 所以我听到以后 我就特别气愤 我说你为什么不来找我 所以她就是特别要枪 我觉得这个母亲真的太伟大了 你看那个马女士一直在掉眼泪 其实回忆起这段痛苦的过程 还是像在无底的深渊里一样 但是现在还好 终于从这个深渊中走出来了 其实我一直都很不能理解 她为什么这样做 是因为她生活压力太大 还是因为情绪 还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打着她这样 说实话 我到现在也不理解 但是我觉得她现在的精神状态会好很多 当时她其实每天 因为我们家经济条件还行 上班也行 她其实每天在算彩票 当时其实从国外回来之后并没有工作 对 一直在家里待着 对 可能我多少会有一点点 感觉到她其实是沉浸在一种不愉快和不自信的状态中 我认为是 真的 她当时去买彩票 玩彩票 很沉迷吗 她会每天算 我们家好多本上都是她算的 就是即使 就是不上班 大部分时间是在做这件事情 她很忙 其实你觉得当时她的这种状态 情绪失控 很多原因是源于她沉浸于彩票 对 说实话 学历还可以 环境也不错 然后要找工作 实际上是低不成高不久 会有这种状况 还会有她的压力 我们问一下心理专家 这个沉浸于彩票当中的人 她有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心理状态 还是有一种获利心理吧 那买彩票肯定是低成本 然后获得高收益 也就是博彩嘛 是吧 她想通过所谓的聪明才智 因为她还不是一个随机的买 你看她还算 就说明她的心理动机 跟别人更不同的 就是说她确实在动脑 她认为可能是能够算得出来的 然后如果要是进行这样的投入 就更是以小博大 那可能她如果万一成功了 她的那种就是成就感会很大 男人可能承担着更多的 家庭经济的责任 有一个非常好的文化背景 国外留学 那么她的付出相对来讲 比在国内读书要费用大得多 回国之后呢 您刚才用了一个词 高不成低不就 这也不是说她一个人的问题 是很多留学回来 找不到合适工作的人 大概都会出现共同的感受 所以从国外回来 我觉得她可能没有一个很好的事业发展 然后小孩子又是比较要付出更多 然后想当初生孩子有一定风险 也没有听她的主意 然后可能你们两地分居中 可能也有一些互相都有照顾不周的地方 包括你可能产后有没有抑郁啊 你这点经历跟我很像 就我怀孕是我爱人走去国外 然后回来说孩子半岁 然后等到又过了一年 她又走了 所以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心理我也有 而且我也有过 就是说因为吃药怀的孕 然后医生建议要做掉 但是就是说 如果做掉母亲有痛苦 如果要怀着呢 就是说也有可能发生吐唇啊 或者什么说就是监控 但是母亲就要受就是一些痛苦嘛 就随时要监控 可能要做一些活检呀 或者什么样的 然后要承担风险 然后当时我爱人就做了一个理性的决定 就是说不要就再怀嘛 然后我也同意了 试试想如果不同意 然后如果要生出一个 是一个有问题的孩子 或者怎么样 那又是一个 我的人生际遇 也许就又发生变化了 所以我挺能理解 你们俩的纠结状态的 我相信他一定爱过你 但是可能你们俩在相处 过程中肯定价值观 或者什么东西发生了偏差 然后可能导致的 导致的就不在一个平台上说话了 不久之后 马女士被丈夫扫地出门 她带着女儿开始了艰难的生活 七年了 现在连她都记不清这几年 自己和女儿是怎么过来的 我们就在这块做饭 然后把这个桌子拉过来吃饭 要是孩子回来 就把她拉在这儿 然后洗作业什么的 然后我们就住在睡在这儿 因为不仅仅是丈夫 甚至自己的母亲都气愤于 因为她当初生下孩子的决定 以及女儿现在的做法 很少和她来往 因为有工作当时就没办法照顾孩子 确实是因为她放弃了那份工作 因为是我一个人 有没有觉得很难坚持不下去的时候 有很多时候 就离开了家以后 重新开始回天同院去租房 钱是借来的 我记得当时什么都没有 带着孩子回去 因为真的什么都没有 勾尔瓢瓶都没有 那个时候她自己租的一个房子 然后她跟她的女儿也住在里面 当时她难吧 特别难 因为她孩子一岁多的时候 有一回我上她家去 我一看她家孩子自己一个人在卧室里 然后把那个床周围都给围上了 然后床上里面好像有矿泉水 奶瓶的装的水 还有面包 然后我说孩子怎么就这样子 她一天因为她出去帮助别人 去抱着别的小孩去找医院 什么的去帮着别的小孩了 然后自己小孩一个人扔在家里面去 早上中午晚上都吃那个面包 还有喝那个矿泉水 就这样犯的 然后我看了以后 我心里面特别难受 我说你下回要出去办事的时候 你把孩子抱到我家来 因为我当时我们家有保姆嘛 我说这起码有热饭吃 有热奶喝 当时确实不容易 特别不容易 谢谢你先休息一下 天天妈如果她没有讲这么多 其实我还没有深切地感受到 你当时那种艰难 因为你真的是很要强 很好强的一个人 没有说过自己有多苦 当时出去帮别人家孩子 自己孩子丢在卧室里 给他放些饼干牛奶的时候 心酸嘛 对 我记得长这么大 我就掐过他一次 打过他两次 所以我觉得我那会儿真的有产活忧郁 我记得那会儿我等着他醒 他也不行 然后我拍他两下 他还不行 那他肯定听得见 因为门光了撞上的时候 他是有反应的 我觉得他也不傻 是吧 他为什么不行呢 他是不是 他到底是傻还是不傻呢 然后把他放过来 他还不行 然后那回我真的 那会儿他也都两三个月 但是我掐他的时候 我觉得 我真的很对不起他 长这么大了 我就打过他两次 一次呢 是我们刚回去 因为 就是教具也是 捐买的 也挺乱的 那屋 然后他又矮 他就在那里边穿 我说你 我说你出来 他不出来 他在那里边玩 还坐在那玩 我就想 那多乱了 多脏了 是吧 然后所以万一 什么东西砸着了 磕着了 碰着了 我怎么办呢 然后我就把他 揪出来打了一下 因为我从来 没打过他 他就先是愣了一下 然后就开始 使劲地哭 他一哭我就够生气了 就给了他两巴掌 然后就 反正一直在那哭 哭到都吐了 觉得 现在挺对不起他的 其实当时 可以说是失手打孩子 是因为工作 生活 给你压力太大了 经济压力很大 那会儿实际上 真的是最难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楼下 摊煎饼 开得特别好 然后 我摊一个煎饼 然后我说打三个鸡蛋 他就把那煎饼 摊得好大 然后切开 切三块 我吃两块 我们的孩子吃一块 那样比如说 起得也晚嘛 十点多钟吃 然后就可以直接 吃晚饭了 是为了省钱 对吗 对 我其实当时都在想 我到底要找什么样的工作 我是让我孩子 吃得好一点 喝奶粉 像我以前那样 过日子 还是我要去坚持 我自己想做的事 对 那真的是我很大的亏 我最难的时候 我想不明白 我对不对 我应该怎么办 有没有想过 谁来帮你一把 真正在你身边 扶着你的肩 拉着你的手 帮你一把 有很多很多人 帮了我们 比如说天天妈 比如说王华 比如太多太多的人 在这个过程中帮了我们 就像我们刚去天中院的时候 真的也没有过 也没有晚 然后我就发了个帖 就好多人送过 瓦瓦瓦来 对 那都是人家送来的 不管是新的 是旧的 那自己的亲人呢 有帮过你吗 我妈其实一直都不太支持 我相信 您对孩子拥抱 比足业生的儿童的家长 拥抱的会更多 对他的辅助 这些工作 会做得更多一些 心理学也证明 早产儿童 如果父母给他更多的关爱 他成长 跟正常生的儿童 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甚至于 比那些生下来之后 就把他送到人家里面 不去关注他 只给他饭吃 那样才能长得更好 谢谢马建老师 但对脑瘫 可能真的是不了解 如果我的孩子生下来 医生告诉我说 你的孩子有可能脑瘫 或者是说 就是有脑瘫的 这种一些症状 那我一定是吓懵了 对的 但是我肯定要花 很大的精力 去照顾这个孩子 因为他是突然早产 所以我七个月都不上 我怀他七个月 都不上班了 然后在他四个月左右 我回去上班 正好上了一个星期班 我们同事结婚 也挺高兴的就去 然后回来呢 也没有换衣服 就直接抱他 结果他一下就发烧了 而且就是烧得挺严重的 一般来讲 孩子在半岁之内 是不会有什么病的 因为母体里 会有一些免疫力 但是 反正他病得挺严重的 所以我觉得 那就不如全局待他 因为病一次 花的钱更多 而且孩子那么小 如果给未来造成一些隐患的话 会很麻烦 那你当时是做什么工作的呢 我一直是在房地产开发公司 做财务工作 那很好的工作 还行 就为了孩子放弃了 我是觉得 因为大夫和我医疗了 当时都说一岁左右 要是没问题 也就没问题了 我觉得 那他一辈子的事 如果这一块能够稳定住 再找工作 反正也还可以的 肯定是一位 非常合格的母亲 非常温婉 我有一个建议 就建议你 不要过多的去强化 你是一个早产儿 我为你付出了多少 怎么怎么样 或者甚至 他小名起名叫笨笨 我都不太赞成 就是说 感生冲冲应该 不是 就是说这个 要对孩子 进行更加良性的心理暗示 这样对孩子的 不要让他 觉得自己是一个特殊的人 因为一个人 当他觉得自己 他比别人不一样的时候 他会 如果是正向的 比别人好的不一样 他会一个正向的强化 那如果是相反的 就是一个负向的强化 如果老强化 他是弱的 然后要怎么样的 实际上对他不好 就是让他感觉 他就是正常的 你就是正常人 什么你都是可以的 对的 然后你是可以 比正常人做的还好的 就是这样更好 谢谢建一老师 早产儿成功案例 我们身边还有一个崔永元 对的 其实早产 我觉得这么一说 好像是早产儿 全是奇才 和咱这大途业生出来的 就有点笨了 是吗 没有 其实早产儿付出最多的 就是父母亲 对孩子付出特别多 我特别同意 建一老师刚才的意见 不要让孩子知道自己 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自己跟别人有什么不同 所以对于孩子 尽量去用他健康的 好的一面去多鼓励他 如果一些劣势 或者是缺点 我们尽量不提 二人老师说这特别对 因为我是六十年代出生人 我小时候就营养不良 这太不像营养不良了吧 所以我就会有力 有很多营养不良 他后期会会长出 打小就因为我知道 我从小营养不良 所以我就直接 现在我这模样 所以千万别这孩子知道 就像我就是以一种 每次吃饭 都带着一种复仇心理 给大家提了支持 这是营养不良的 这是营养过剩 我是营养过剩 我们俩就是这样 小时候都很不幸 孩子后来的情况呢 有没有好转一些经过治疗 今天他也来了 其实挺健康的 这是你女儿呀 来上来吧跟妈妈在一块 来小朋友 你好 你叫什么名字呀 吴汉琴 吴汉琴 吴海琴 吴海琴 其实咱俩小朋友 一看特健康啊 就是有一点点内向害羞 是吧小朋友 大小 妈妈对你好吗 好 特别好 孩子其实很健康 对 这是不是当初 你做了很多的工作 来帮助他 治疗和康复啊 对 他是42天出院的 所以从回到家开始 基本到一岁之前吧 就每天都在做一些训练 他当时表现出一些 和其他孩子 不太一样的这种样子了吗 有 比如说一般的孩子 他每天都会醒一段时间 吃啊喝啊 这样的 那么 这些孩子 他们其实还是胎里面的表现 所以他会一直睡 一直睡 所以我记得那会儿 我每天就趴在床边 想怎么还不行啊 然后有时候就巴拉巴拉的 嗯啊 再也有就是一般的孩子 基本上几天 十来天就都会能够追试 就比如说有一个东西 从他眼前过 他能跟着一起去看 但是嗯 海情基本到两个多月 快三个月吧 才能这样去跟着一个东西看 嗯 那他就是发育的会满结 对 那需不需要做一些特殊的这种治疗 嗯 会有 比如说 别的孩子可能每天做一两次服出十分钟 那我们可能每天就要做四次 然后每次有二十分钟左右 然后还要游泳 然后还要有这种追试 包括他们吃的东西都和一般的孩子的剂量是不一样的 嗯 为了女儿的康复 马女士将全部精力用在女儿的康复锻炼上 她自学了大量的专业知识 从饮食到锻炼 孩子的每一天 甚至一天中每小时需要做什么 她都做了详细的 甚至严苛的规定 为了让自己的女儿能够成长为一个正常的孩子 马女士甚至为女儿制定了几乎残酷的计划 早产的孩子从吃啊 然后养育啊 整个和别的孩子确实不太一样 嗯 比如说她基本到两三岁的时候 因为我担心她有问题 所以就强化性的训练 基本上在两岁多的时候 每天都让她走十几站地 两岁多 每天走十几站地 一站地大概是有四五百米 就是一里地 对 每天要走十几里地 对 从笨笨现在的情况来看 她一点都没有这个脑瘫的问题 对是 其实是回家以后 一开始是半个月 后来是一个月要回医院一次 所以基本到她第四五个月内回医院的时候吧 因为她要拍片子 然后从片子里看 她的出血和这个病变的状况 检查的大夫和拍片子的大夫是在两个楼 所以检查那个大夫给拍片子的大夫打了两个电话 就是确认是不是这个孩子的片子 因为她觉得片子的情况和孩子实际的表现 就是有很大的差距 所以从那个时候起 基本就能确认她肯定不是脑瘫了 其实就是如果有这种脑瘫问题的孩子 也是分程度的 有些可能比较轻 有些比较重 有些影响到的是这部分功能 有些影响到的是其他的功能 那是不是就是通过我们一些治疗 或者是父母的更多的这种照料 会从不同程度上能够康复呢 是的 从国际的角度来讲 一岁以内是不定义为脑瘫的 一般在国内 它会称之为神经运动功能障碍 但是现在我们确实有良好的方法 能够在半岁之前筛查出来 是不是有高危的风险 如果在半岁之前被筛查出来 有高危的风险 然后给予良好的干预的话 百分之八十的孩子都是能够回归正常的 就是能像他这样健康的 从自己女儿的康复中 马女士找到了信心 2011年 她做出了另一个影响她一生的决定 放弃工作 专职做帮助脑瘫孩子和早产儿的公益援助 去无偿帮助更多的家庭和孩子 她也因此被搜狐网评为2009 感动中国十大母亲第一位 当时孩子生出来之后 您也是说为了照顾孩子 也辞去了自己很好的工作 后来呢 就想为了方便照顾孩子 又得有一份自己的事情去做 您就从事了这个早产儿的这种 早期教育的方面的工作是吗 对 它其实最早是因为 我要请人来 就是照顾我们家的孩子 有一些事情我自己做不了 我能做的就是这些辅助啊等等 但是康复性的工作我做不了 所以我只能请人来 基本上每次二三百块钱 但是后来我们家面临着一些问题 所以我带着孩子要离开 我就没有这样的经济来源去养他 所以也是为了降低这个成本 然后我们把老师请来 几个家长一起分摊这个费用 我觉得我这个人个性确实比较强 确实是这样 那我希望和我的孩子在一起 可能不愿意按别人的安排去过生活 所以也是 当时能够去做这样一个早期教育 第一能帮助我的孩子去做康复 第二我和我的孩子能在一起 这个和您的工作是非常密切结合在一起的 其实也是因为孩子小的时候 查了很多很多 然后逐步的又开始做这个工作 所以我们每天接触的就基本都是这些 但是我觉得你这个母亲太伟大了 真是太了不起了 因为我是三岁半就得这个病 我妈妈为我付出太多了 太不容易了 她有两段失败的婚姻 跟我有间接关系 因为我给家庭造成了沉重的负担 影响到他们之间的感情 也牺牲了她的事业 她为了要花更多的时间照顾我和这个家庭 她是当老师的 从来没有当过班主任 因为班主任牵扯大量时间和精力 她就是代课老师 上午一节课 下午两节课 完了 回家给孩子做饭 洗衣服 照顾 就这样 为我牺牲了可以说是整个人生 你太了不起了 然后把自己的孩子 让她康复的很好 完全 对 然后让她现在又帮助更多的 这种这种遇到同样困难的这个家庭 我太钦佩你了 那你也是投入了很多 在你的这个新的事业当中吧 当时搜狐上有一个活动 说要是写一个博客 写得多啊 写得好啊 她就会给奶粉 对 我其实就是为了那两箱奶粉 然后就写了一个博客 我现在想想是因为 我在那个博客里 重复的出现早产这两个字 因为我会写一些我的养育的想法呀 然后我孩子的一些状态呀 所以她的点击量特别高 就会有法制软报的人来找我 就来采访 她登了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这么大一个小东西 之后就会有好多 全国性的网站找我 说开早产人的专版 那开就开呗 直到搜狐觉得 点击量真的很高 然后说那我们也来开一个专版 从你的女儿出生之后 你就一直在关注早产儿相关的事情 对 直到就是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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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真正成为一个 能够帮助到其他早产儿的 这样一个机构 你们到现在帮助过多少孩子了呢 每周我们都能有一些公益奖 做的全国各地开展 从个体追逐上来讲呢 到现在 比如我的孩子当年确诊脑瘫 将近花了一万块钱 因为要做很多很多的检查 而且一次又不能完全确诊 但现在是一百块钱 而且我们有很多绿色通道医院 这样我们在绿色通道医院 到一二年底 已经免费筛查了三万多个孩子了 现在也可以有能力 做一些个体救助 比如说 没有钱的孩子做手术啊 或者做治疗啊 大概也有三百多个孩子了吧 因为我现在没有完全的数据恐惧 那这些三百多个 你真正的走到他们生活里 帮助他们来救助这些孩子 当中你有印象最深刻的孩子吗 有一对双胞胎 差不多得有三四年 会做手术啊 然后做一些康复性的工作呀 然后比如说也要穿一些矫正的器具啊 然后我觉得那两孩子挺好的 因为其实他们也是最后离异了 也是妈妈要孩子 爸爸就不知道去哪了 那个妈妈因为她是护士 所以真的挺好的 她能学会很多这样的方法 不仅她回去还能给自己孩子做 还能去帮别的孩子 到后来就是基本就是穿扶着走回去 而且还能被弟子归啊什么的 特别好 当初那么多孩子 其实心里觉得也很温暖是吗 对 看着他们都好起来 非常有成就感真的 比如说前两天还接着有一袋牛肉干 然后我们俩就给分着吃了 觉得其实他不是说这个牛肉干有多少 而是说你看这孩子都三四岁了 然后家长还想着我们每天给鸡蛋牛肉干 就是你帮助他们 然后家长还给你鸡好吃 给你女儿给你们吃 对 所以挺欣慰的 就像你看着自己的女儿 刚才没看到了 很可爱 然后也很聪明 是个完全健康可爱的孩子 这种孩子的成长 孩子的健康是父母最大的开心事 今天呢 你曾经帮助过救助过的这个孩子呢 也来到了我们的现场 我们看一下 他们现在情况是怎样的 今天呢 来到现场 我们这对双胞胎啊 现在看起来很可爱 他们也是经过了 马女士的这个照顾和帮助 能够恢复到今天 其实已经挺好了是吗 比来的时候已经好了 是吗 那位是妈妈呀 我是妈妈 你好 刚开始就是没有来 马大姐这边的时候 孩子什么情况呀 哎呀 那会儿孩子那个 挺硬的那个身体 也没这么合着 你孩子能坐下 能放椅子上吗 你放下吧 当时孩子刚来时候 就是像这样坐都坐不住是吗 对 那时候坐不住 刚来的时候是坐不住 那现在好多了是吗 对好多了 现在老大现在 推的那个学步差 能自己能走了 就是走的不好 也能走了 那个是老大 如果没有马大姐帮助 现在是不是孩子 还是不能坐 不能走 还是在今天 就是一直躺着 或者是 我弄个小车子 推着他们两个 太不容易了 我们就能做康复是吧 现在您这个孩子 治疗的费用 都是马主任这边 对 都是马主任出的 大家没有看到 这大儿子是吧 大儿子双眼特别漂亮 他冲着妈妈 很开玩笑 然后叫妈妈 这个大姐也是一个人 带着孩子吗 确实太不容易了 爸爸就是没那个 没给的手 就是打点零就少 家里就那么 儿母多地 靠着儿母多地来收入 更为悲惨的是 徐女士的第一个儿子 就是死于脑瘫 老大也是活得 实际上 当徐女士满怀希望 再次怀孕后 她却遭遇了人生中 最大的打击 你说两个儿子 哪有状态 我心里可高兴了 没想到 就是 就这样 把家里继续 已经花完了 花完了 这两个孩子 又是这个病 都怎么办呢 我说 他爸有的时候就说 我就是死了 我说你死了 孩子怎么办 我说 我说你死了 我说这孩子 谁照顾呀 我说 后来那个 有那个马主任 给我们 捐那个 康复费傻的 我们就能 继续做康复 要是没有马主任 我们这两个孩子 就一直在家 这样待着 真的非常感谢 这个像 马主任 是这样的 有爱心的人士 我相信 在不久的将来 这两个 英俊的小帅哥 一定会能够 更好 更健康 至少他们都能 下地来走路 能喊一声妈妈 出您微笑 你养育这两个儿子 也值得了 是的 我也 希望我这两个孩子 能站起来 像别的孩子那样 去上学的 我看人家的孩子 能上学 我的两个孩子 现在还在 把尸把尿 还在给他们 喂他们饭 大姐 加油 就是命令 可能对我们 有一些不公 但是我们 用我们的勇气 用我们的坚强 一定会收获幸福的 我也这样想 知道我的孩子 也能站起来 能去上学 谢谢 我看两个孩子 也累了 我们去休息一下 你也别太激动 谢谢 有这么多像 马女是这样的 有安心 有知识 有力量的人 帮助我们 息息都会更好的 好吗 我们也祝福您 谢谢 我们也给小宝宝一些力量 给她一些鼓舞 加油 健康成长 小宝宝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几位老师 是什么样的心情 看到刚才这一对双方胎 我心情会有一点沉重 我就想一个母亲 就是带一个健康的孩子 还需要付出那么多 对 何况两个这样的孩子 对 我们看到刚才那位妈妈 她在落泪 我相信她在背后 也不知道落过多少泪 人家的孩子可以上学 人家的孩子可以上幼儿园 而我的孩子 只能在家里这样躺着 我要比别人付出的更多 但是我不知道结果会怎么样 对 她没有太多期待 幸好 有您给这些 缺乏这方面知识的朋友 一些正确的指导 一些科学的引导 他们慢慢慢慢地 会充满了希望 我觉得您做的这件事情 会让更多人 对孩子未来充满希望 谢谢马老师 脑瘫离我们生活远 离我很近 我周围各种团队 的朋友很多 他们控制不了自己的肢体 有的是能走的 我觉得我看刚才 他们那个状态 将来可以走 对 你想连我都拄着拐都走了 你现在何况这么两个 可爱的孩子 没问题 相信每一个做母亲的 或者是心中有爱的人 都会对他们充满了这种 同情和关爱 是的 所以您做这件事情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意义 谢谢 我相信你在平常的工作中和生活中 传递的主要是给大家的是力量 是你所掌握的针对早产儿的知识 是给大家的微笑 但是今天其实你真的掉了很多次眼泪 其实 我深深地能感觉到你的不容易 真的很难 我刚才就说 有没有想过有人能够搭着你的肩 拉着你的手 陪你往前走 不是说他们来帮你刷墙 给你捐资 帮助那些孩子 而是一个真正走到你生活里 和你手牵手的人 一开始想 现在都懒得想 其实这位女婿的状态 我们专家也都一直在观察着 我倒是真的觉得 她是时候应该找个人帮她一把 一个人做事呢 还是需要有人商量的 虽然您一谈到 跟孩子在一起的时候 您就特幸福 刚才一描述那三个鸡蛋 两个我吃 一个孩子吃 是吧 特别幸福 好像就除了孩子之外 没有别的要求 没有别的需求 但是人呢 总是需要有情感 这个情感就是跟您合拍的 您现在越做越大 然后影响了越来越强 是否对于 除了工作之外 您家庭生活 也有一份期待 曾经期待过 您用曾经 我们看到很多中年人 四十了五十了 六十了七十了八十了 他们要寻找到 爱自己的人 但是往往会被自己给耽误 为什么 在很好的时间 往往为了这个 为了那个 为了一堆事情 把自己给耽误了 为什么说是曾经呢 是什么让你 最近都没有再这样去想 比如 第三年上班以后 我每天都是早七点到晚十点 对 这是一个 常规工作状态 很多人工作都很忙 都是早上天还没亮 就去工作了 晚上天很黑了才回来 但就不影响他们成家 不影响他们 不如婚姻 很长时间 没有想这个问题 建议老师给分析分析 品红刚才 其实他第一时间 就在问你男人的问题 后来你一下 把话题就甩给了 你那个朋友 就说起刷墙来了 那时候我就想打断 你知道吗 但是呢 我就觉得说 可能你还有一些话要说 那就说明 那个时候 你的潜意识中 没有一个异性出现 这个异性是你需要的 但是你深深地压抑 到你的内心的心底了 一个是可能 前一段感情的消化问题 还不见得完全解决掉了 你可能更多的精力 转移到一个轰轰烈烈的 非常有意义的事业上去了 但是夜深人静的时候 我相信男女情感问题 依然会浮出你生活的水面 我们都是女人 女人的事业做得再强大 其实也需要什么 一个男人的疼爱 所以你呢 肯定也缺不了这一刻 可是你要知道 你要找到一个特别 那个合适的 如你心愿的男人 不是那么容易 就在于说 第一 你有很高的追求 然后你有很好的 一个思维力 你有很好的能力 等等你有很多很多优势 外形也很好 但就你这个性格 可能男人一开始 见你是非常喜欢 但基础查了以后 他搞不定你 他会躲 他会害怕 我觉得王老师 说的特别对 说实话呢 我和我们家孩儿 还跟探讨过呢 我要找一个适合的 很难 很难 刚才建议老师说 你想找到一个 能合你意的不容易 是指现在你的这种状态下 也就是你现在的性格 造成了你要找一个不容易 你知道吗 如果我是一个男的 我会有刚才他说的那种心理 我觉得哇 你好强大 你一样根不需要我 搞不定 对 我真搞不定 我跟他说也是 真搞不定是多 对 所以我一直在跟我朋友 这个是你的问题 不是我的问题 所以说你应该弱一点 在某些方面弱一点 然后在某些方面再强一点 你把你搞得更平衡一点 可能你的事业和生活 就会搞得更加的精彩 谢谢 我说话很直 我们真的讨论过这个问题 为什么说现在懒得小了呢 就是 其实我确实要找一个 不是说管得了我 而是说 他的思维要比我明白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 如果你找到一个疼爱底的 你们家一个男人的角色出现 对孩子的健康成长是大有好处 对其实这是我更想要说的 就是我为什么一开始想找 其实是为了我们家孩子 也是说实话 三岁之前我们一直在一起 他的性格不是这样的 但是三到四五岁的时候 我真的没法和他在一起 我不想评价 因为我只能承认我的问题 我没有把更多的事情处理好 但是可能我没有能力 那你是真的需要有个肩膀 稍微的你们互相靠一下 我没指望你说 你全部都靠在他身上 有个人互相靠一下 那能够对孩子 对你的事业 对你的生活都有好处 这足以不错 正如你们四位包括您 一起帮我找一找 那等等再站起来 咱对着这个镜头来说一下 我来介绍一下 马女士大家都看到了 人非常的好 这就不用说了 照顾了很多人很有爱心 她今天在这儿 有一个小小的心愿 马老师其他说一下 如果观看这期节目的 合适的男士 您愿意和马女士 在一起共同生活 共同工作 那么记得给我们蓝幕组 打电话 好啊 谢谢大家的心愿 希望我们所有人的心愿 都可以成真 希望你的这个早产儿的联盟 越做越好 帮助到更多的人 也希望你的终身大事 在我们的祝福下能够 早日完成 好不好 好吧 非常感谢你今天来到我们现场 也感谢各位专家老师 感谢我们的观众朋友 下次再见 再见 再见 感谢观看